哥哥在哪呢 哥哥 哥哥在哪啊 金子的大棍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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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何大人 吴大人 一向可好啊 吴日泰 率山东各司衙门官员 及地方官身在此 恭迎何大人 我说吴大人 你这是干什么呀 搞这么大的排场 你这不是折煞和珅吗 何大人奉皇上之命前来体察民情 一路风尘仆仆 费心劳粹 我等前来恭迎一下 也是理所应当的 不对 吴大人 我是来接宇格格回京的 什么时候说过要体察民情 何大人 我就是这么一说 你叫什么证 走 先到我府上歇息 请 请 何大人 请 吴大人 起轿回府 吴大人 我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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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这是劳山特产石珠茶 味道怎么样 既有清竹之苦 又有泉水之干 芬芳而淡雅 好茶 何大人是第一次到山东来吧 是啊 感觉怎么样 雾美人风 人节地灵 好地方 那何大人就多祝他些日子 让山东百姓和官员有一个孝敬您的机会 我此次来是奉了皇上和太后的旨意来接宇格格回宫的 当时 耽误了皇家的差事我可担待不起啊 那是 那是 宇格格现在和刘统勋一家在一起 他在山东多留一日就多一日的隐患 英大人对刘统勋甚是牵挂呀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刚到山东的时候还算老实 可是近日啊 听说他和一个通缉要犯搅在了一起 什么通缉要犯 一个杀凶七嫂强奸民女的银贼 刘统勋和一个银贼搅在一块 我怎么听这不大对劲啊 吴大人 不会是那个银贼手上掌握着您什么证据吧 何大人 果然明察秋好 实不相瞒 这个银贼的哥哥掌握了运河关税的重要证据 可现在他的哥哥已经死了 证据没了下落 我们怀疑这个证据在那个银贼手上 英大人千叮宁万嘱咐 让你们看好刘统勋 可你们呢 却让他和一个掌握重要证据的银贼搅在一块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哥哥吗 他待在那儿不走 老夫就投鼠忌气 何大人 你赶紧把那丫头接走吧 老夫是怕了他了 虽然我有皇上和太后之命 可最终哥哥会不会跟我走 除了他谁说了也不算 别走啊 刘哥 这吴丁兄的事你还没跟我说完呢 有空我再跟你说 你坐下 你看 这家里就我一个人 你得怀我会儿 要不我跟你说说公里的事 我跟你说 有一次太后可有意思了 他跟我说 刘大人回来了 先知来了 您坐 刘大人 刘哥 你不是有事要找刘大人吗 那个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叔叔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 谢谢贤侄了 我这儿诸事皆安 好 好 那侄儿告退了 请便 好 来 这个家伙 乌洛巴图上山 肯定是他搞的秘 干脆把他揪出来 杀了 现在不行 要是杀了他 吴日泰又会想出别的办法 留着他还能暂时麻痹吴日泰 你们怎么先回来了 小六子 把他邀到柴房去 走 走 金朵 因为哥哥借了他未婚夫的四匹快马 我们就先到了 好啊你 要是你再把我和那个乌鲁巴图扯在一起 看我都喝了你的嘴 金朵 请我啊 金朵 好了 金朵 你们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瞧瞧流氓 是不是 那天大人迎接刘大人的那个人 正是 是不是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啊 对 我们刚进来他就走了 对啊 糟了 吴少侠 你和师爷在这儿不安全了 为什么 流氓是假的 是吴日泰派来的奸细 小六子 刘大人 这小子怎么早不走晚不走 偏偏这时候走啊 是我 想尽办法把他留住的 不是您让我想办法把他稳住吗 我 小六子 你啊 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啊 我又做错了 爹 爹 何大人 怎么样了 这 让他们给跑了 跑了 可 格格在哪儿呢 格格 格格在哪儿啊 下官得到密报 刘统勋和那银贼在一个山洞里面密谋策划 没想到格格又跑去凑热闹 认识格格放跑的 这倒不是 可格格非要孩子陪他到山下去看看 你根本没进洞是不是 我 我 是不是 我 我 我 你没进洞是不是 是不是 我 我 这没出息的东西 我 我一见到格格 我 话 话就说不出来了 你 你要是让那两个人跑了 你我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你还想迎娶格格 呸 徐副大人 徐副大人 慌慌张张的你又有何事啊 那武林峰 何大人不是外人有话直说 那个武林峰跟师爷跑到刘统勋家去了 此言当真 绝对没错 小的亲眼看见他 好 好 非常好 你先下去吧 好 何大人 这个刘统勋勾结通缉药犯 图谋滋事 你说该如何处置啊 如果情况属实 理应严惩啊 何大人 刚才的话你也听见了 老夫 这次一定要将他们 缉拿归案 一网打尽 何大人 你有没有兴趣 一块去凑凑热闹啊 好 正好 我也想去看看格格呢 好 请 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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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